各位朋友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肥 唐山打人最新的官方的通报来了啊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关于唐山的打人这个谣言四起 是吧 这个很多造的谣都已经没法看了啊 那么那位说了 那你要平息这谣言的话 你得让官方出通报啊 你得让他们出来 这不是出来了吗 诸位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最新的通报是这样的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审查起诉情况 像这么大的案件 诸位 那得有一时间啊 有一时间得检察院啊 公安局员得把这案件厘清楚 牵扯了九个人呢 是吧 你看官方的通报其实也不算晚啊 说陈其志等28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啊 好家伙 成28名了啊 不是九个吗 你别急啊 8月11号 这个陈其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的案件 由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终结 移送了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近日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查明 2022年6月10号晚上2点40分许 陈某志 马某齐 刘某一 陈某亮 李某一 某某郡 这个沈某郡 李某锐一 刘某二 这个江某平 有两人做不起诉的处理 在唐山市路北区某烧烤店吃饭的时候 陈某志对正在店内与同事李某 袁某 刘某某用餐的王某某进行了骚扰 听到了吗 这名字都不是那帮造谣的说的一样 那帮造谣的说有一个叫路10 那不就是他娘的法轮功造的谣吗 这个610办公室吗 你看哪有姓路的呀 那都是造谣 遭到王某某的拒绝和斥责后 陈继志随殴打王某某 王某某与李某对其进行反抗 后陈某志 马某齐 刘某一 陈某亮 李某一 这个沈某郡 分别在烧烤店内 店外的便道上 店旁的小胡冲内 共同对被害人王某某 李某 袁某 刘某某吃椅子 酒瓶击打或者是拳打脚踢 案发后四名被害人被120急救车送医了 其中李某 袁某经医院检查 无需留院治疗后自行离开 王某某 刘某某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治疗 于7月1号出院 经法医鉴定 受害人王某某 刘某某构成轻伤二级 李某 袁某构成轻微伤 同时经公安机关询问被害人 询问犯罪嫌疑人并综合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认定网传四名被害人在小胡同内遭性侵害 从楼上被扔下被汽车碾压等均为虚假信息 令经公安机关依法深入侦查 检查机关审查查明 2012年以来 陈某志等长期纠结在一起 在唐山市等地涉嫌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实施非法拘禁 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 开设赌场 抢劫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 十一起 实施 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等 行政违法四起 逐渐形成了以陈某志为纠结者的恶势力组织 该恶势力组织 为非作恶 欺压百姓 破坏当地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就跟我的预言一样 这个陈继志有可能 最起码20年 这个吃枪子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必然被弄成黑社会 也是黑社会 事实上也是黑社会 狼庞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陈某志等28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 对陈某人等人提起了公诉 案件审查期间 检察机关审查了全部的案件资料 询问了犯罪嫌疑人 告知了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 听取了辩护人 被害人及其诉讼 带领人的意见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严格 依法公正办理该案 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和谐稳稳定 我知道海外的这帮独龙运们 看到了官方的公布他也不信 他一定说那四个女的 还是被扔到炼钢炉里去了 好吧 他们的脑子已经被扔到粪坑里面去了 我们再看看 这里边 就是唐山打人案 煮饭的保护伞也被查了 一定有保护伞嘛 我们来看看保护伞 怎么回事 这保护伞挺庞大 15个人呢 我们来看看 在公安机关密切的配合下 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 严肃查处了陈某志等涉嫌 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的问题 河北省纪委监察组织协调唐山 廊房横水等地委 等地的纪委监委对15名相关的人员立案审查调查 一共有15把保护伞 其中对唐山陆北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市公安局陆北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马爱军及唐山市公安局陆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所长 胡斌长红道警部站的副站长韩志勇 机场路的派出所民警 陈志伟光明里派出所的原所长范立峰 光明里派出所的副所长 王洪伟 乔屯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志鹏 唐山市公安交警支队 四级警长安迪等八名公职人员 采取了留置措施 初步查出了违法违纪及涉嫌 滥用职权 寻死亡法 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将深挖彻查 医计依法的严肃处理 一共有15名保护伞 而这个陈吉志呢 作为主犯 检方通报 陈吉志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罪罪 他组织黑社会 这是黑社会的组织者和首犯 所以这个货有可能就被枪毙了 你看我当初的预言 令经公安机关依法深入侦查 检察机关审查查明 2012年以来 陈吉志等长期纠结在一起 在唐山市等地 涉嫌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实施非法拘禁 聚众斗殴 故意杀害 开设赌场 抢劫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 十一起 看到了没有 这个告诉大家吧 就凭这个 这个陈吉志这几个黑社会 涉黑的这几个人 绝不是说三年两年就能了事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律师 作为律师网友的分析 这个第一个 打人事件当初抓了九个人 现在是七个人被起诉 两个人不起诉处理 这个那两个人确实没有在现场实施犯罪 而且呢 还有劝阻行为 当然不应该认为是共同犯罪 这个要分清楚这个案 就打人事件的后果而言 被害人最重的伤是轻伤二级 其实并不属于严重的刑事案件 由于影响巨大 最终牵连出了陈某志等涉嫌 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问题 之前十年的犯罪都被挖了出来 这个组织有28个人被提起公诉 可能面临的刑罚 就不会清了 网传 四名被害人在小胡处内遭性侵 从楼上扔下 被汽车碾压 捐为虚假信息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因为编造传播这些信息 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这个就可以动手了 中国的网警就可以动手了 现在造谣形成了一种 在中国的抖音 和中国的微信上造谣 然后传到墙外来 墙外的这些独轮运的人 在加工出口转内销 形成了一个谣言的循环吃屎圈 所以防火墙还有个毛用 这个十年之间 陈继智背后的保护伞 陈继智有15名相关的保护伞 被立案审查调查 这个扫黑除任重道远 这位朋友说 这个案件被定性为的恶势力 恶势力并非黑势力 恶势力是指经常纠结在一起 以暴力威胁等其他手段 在一区域行业内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 这个最高罪是无期徒刑 恶势力依然是属于犯罪集团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要进行重罚 是否会死刑 涉案的几个罪名 最高刑是有死刑的 比如说抢劫罪 故意伤害罪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看情节如何 就是关于被害人的伤势 后来保护伞 阴谋论等等 阴谋论其实可以停一停 而且官方也通告了 说唐山党人案两名的受害女子已经出院了 再在中国的媒体上传这些谣的话 有了官方的结论了 那就是寻衅滋事了 其实这个墙内的很多的朋友啊 还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瑞士的 他们知道 传这些谣的 无论是墙内的这些人 还是墙外的这些反贼 他们出于一种什么心态 那就是只带脑子 他只带着立场 他不带脑子 都是一群傻叉来人 你知道吗 在神剧《让子弹飞》里 为什么张麻子会对事业说 死人有手比活人有用 因为死人不会说话 也就是说 至于死人 只要声量足够大 就能把死人摆成任何想要的姿势 谎言自然也就能够替代真相 可要是人还活着呢 那就趁他不想说话 又或者不方便说话的时候 造谣他死了 反正有些玩意真正在意的 只不过是自己想要看到的真相 最近两天 关于唐山烧口店被打女生死亡的消息 在微博上甚嚣沉上 粗略扫了眼最新的谣言 已经由含昏不清的有人死亡 进化为指向清晰的凡人死亡 已经交代清楚的官方通报和媒体报道 即便我们暂且不论 咱就说这个消息的源头 有没有人能讲清楚 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从警方内部流出来的吗 似乎不太可能 要知道唐山警方是这起事件的直接受冲击者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透露丁点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那是从医院方面流出的 好像也不太可能 因为医生有义务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保密 不能随意的对第三人透露 此来想去 就算这个消息属实 也只能是从家属方流出 但又有几个人认识患者及其家属 回看警方通报和媒体报道 其实说的非常清楚 据唐山公安陆北分局6月10日通报 案发后犯罪行人逃离信场 两名受伤女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伤情稳定 无生命危险 另外两名女子伤势较轻 未住院治疗 另一句多家媒体报道 6月13日 唐山市复林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两名被打住院的女性 生命体征平稳 没有死亡 同日 陆北区复林工作人员 对商游新闻记者表示 去世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目前也没有任何突发情况 该工作人员表示 6月11日 她们还专门去医院看望了受伤女子 状况平稳 就她们13日凌晨了解到的情况 两名伤者目前生命状况平稳 至于何时能够出院 还得看具体的伤情 当天 在华北理工大学复制医院三楼的口腔科 一名医生告诉大荷报记者 两名女子曾经在口腔科就诊过 在医院四楼的办公室 一名自称负责宣传方面的甜信科长告诉记者 两名女子肯定是在治疗当中的 医院正在按照程序积极治疗 华北理工大学复制医院的工作人员 还对天幕新闻表示 两名被打女子均已转至普通病房 不再重生进户室了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 关于救治的具体情况 因涉及到患者隐私 医院不便对外透露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不同心愿得到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即很多玩意儿 妩媚私服的被打女子已有多人死亡 纯属谣言 最后观察 在此谣言横行期间 还有所谓的六大宿九从旁辅助 图穷必先 请问他们真的在乎四名被打女生的伤亡情况吗 当然不是 他们自私不倦追求的 从来都是心底默认的那个答案 说白了 比起平不直去 按说说的带节奏更有市场 正如洛杉博所言 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很多答案 答案的选项越多 舆论的关注就越大 可门心自问 我们西纪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 反正我的答案从来都是 将真相公之于众 同时严惩作恶者 所以不要再传播 默许有的谣言了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谣言从来都不能倒逼真相 它只会计划已有矛盾 谣言在乎的永远都是能复杂生 不可告人的目的 至于正义 不过是谣言披着的外衣罢了 我死后哪管他红嘴到天 说到底谣言最喜欢的就是生灵涂炭 毕竟叫声越惨 傻子越愿意配合 说得好 对 叫声越惨 傻子越愿意配合 其实中国的现在的自媒体 真的是应该整顿一下 把这些造谣的按照法律 都应该跟那些唐山打人者一样 把他们严惩 陈吉志这次呢 我预计可能最重应该是个死刑 缓期执行 因为陈吉志手里边呢 他毕竟没有命案 当然了 补充侦察以后 不知道有没有发出来这个命案 如果发出来命案 就直接毕了 不过这个货呢 我觉得少不了 十年二十年 我觉得应该是十五年 二十年是少不了的 这个世界上 毕竟正义早晚会降临 谢谢大家 收了一点音乐 下期再见